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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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貪得心 一位福布萊特講學經過的者 很榮幸今天有機會在這裡發言 前年夏天 我在上海社會會美國館做學生大使 那時候 我每天要接待將近四萬名參觀者 一天到晚說中文 然後我頭疼 那個夏天非常眼熱 我很疲憊 很想家 每天晚上都有美國朋友邀請我和他們出去 我知道和他們在一起我會感覺很輕鬆 就像在家一樣 我們可以用彈斷我們喜愛的球隊 我不應該去用 我相信很多美中留學 留學生每天和我都面臨著相同的選擇 大多數人會選擇和本國人一起玩 這非常容易理解 就像中國學生喜歡一塊吃中餐 唱卡拉OK 美國學生也同樣覺得一起吃披薩 或者喝咖啡會更輕鬆 他們這樣 他們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原因之一是語言不文化的差異 有時候 我們會大費中章地去解釋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物 有時候我們聽不懂他們的笑話 不明白大家為什麼突然笑笑 俗話說 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好 要獲得別人的尊敬和信賴 你必須通過不斷的溝通沒有接近 所以看了夏天 我還是選擇和中國朋友一起出遊聊天 久而久之 我和中國朋友建立了更深的友誼 我加入了全球中國連結和朋友們並肩作戰 全球中國連結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他致力於在中國學生和各國學生之間 建立深厚的深厚呼吸的友誼 我們一起參加講座 筹劃活動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坦誠相見 推薪致富 作為全球中國連結的主席 我見證了他成為一個 在全球 擁有五十個大學分部 兩千名學生會員的國際職職 我為我的團隊感到自好 也總是這些朋友幫助我申請 烏拉特教學金 讓我有機會來到中國 和全國各地教授共同工作 進行學術研究 這一年裡 我在中國我春節吃火鍋 與此同時 很多中國朋友 在我慶祝感恩節看橄欖球比賽 我們目睹了向十萬人留學中國計劃 這樣的國際交流向我 如何讓生命更加精彩 克林敦女士 劉彥東女士相識 你們倆在大學期間就意相識 並建立了身後的友誼 這樣的友誼會如何影響美中關係呢 如今 未來的美國國務卿和中國國務委員 正在學校中學習 如何增進他們對彼此的了解 加深他們對彼此的信任 只是美中兩國今天最有價值的課題之一 到家有人 一生二 二乘三 三乘萬五 如果一個當地朋友 可以改變留學生的學習經歷 而兩個當地朋友 可以改變他國人的人生危機 那麼三個 則有可能促進離中交流的長足 深遠 發展 我的發言就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大家